俄罗斯的Eskander-M型巡航导弹射程也超过500公里。 俄美两国就忠诚和导弹条约爆发争端。 眼下这两个超级大国正远离友好关系, 华盛顿政府正评估采取。 俄美两国就忠诚和导弹条约爆发争端。 美国威胁俄罗斯将研发新型导弹。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 是华盛顿政府正评估采取。 中导条约禁止签约双方制造和拥有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载核巡航导弹。 2014年起,美国就指控俄罗斯违反该协议部署SSC-8巡航导弹。 外界对SSC-8巡航导弹所知不多, 据称该导弹类似于舰机KAL-IBR巡航导弹。 KAL-IBR巡航导弹射程在2500公里以上, 约等于莫斯科至巴黎的距离。 俄罗斯指责美国违反协议。 一年前, 在日内瓦的一次特别会议上, 美国政府即重申了相关指控。 克里姆林公言辞驳回并防止美方违反协议。 莫斯科称, 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防御盾牌在技术上具有携带核弹头能力。 MK41发射装置完全可以发射美制。 据美国杂志政治家Politico报道, 美国商务部正苹果对参与研制可依导弹系统的俄罗斯企业实施经济制裁的可行性。 对此, 政府方面未正式表态。 据德国新闻周刊明镜报道, 美国在北约内部登促谴责俄罗斯对中岛条约的违反。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去年11月在一次合计划小组会议上即已提出, 要求北约必须在2018年夏季峰会前制定出共同路线, 迫使俄罗斯恪守条约。 如有必要不许采取惩罚措施。